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显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5月29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看到美国股市上个礼拜五 继续由半导体股来做领航之下 四大指数是纯面同步来做收高 也让台北股市延续着这个股的一个攻势 指数一开盘就跳空开高 上涨了超过百点的幅度 盘中最高来到16683 又创了本波段的新高 那不过大部分时间就在高档挟幅震荡 收盘指数上涨了131点 以16636点来做收 成交量今天是这个3397亿 连续几个假日都有3000亿以上的量能 那这时候指数的部分 当然如我们所说的 攻势在起已经站稳了16000点 又突破了16500点大关 但是你会看到轮动的速度真的很快 上个礼拜一堆人把手上重电的股票砍掉 军工概念股砍掉 然后跑去追AI概念股 结果今天AI概念股一堆开高走低下来 反而又是重电的股票 军工的股票又拉了一根红棒 当然这个时候真的是重电股 军工概念股 掌势在起了吗 还是反弹要逃命呢 那以及AI概念股 当然现在炙手可热 大家都在寻找 谁是下一个 这个可能新的黑马 但是重点这么多AI概念股 谁有机会真的受惠啊 涨到这里还能够去追价吗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都会跟大家来做详尽的说明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按照惯例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龙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快打当冲作战 操作建立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当冲在大盘开高顺势做多 这地方短多建立买进IC设计当中4919的新唐 今天开高震荡 上档看似有大笔尾卖单 看似卖压沉重 吸引散户在卖出放空的时候 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洗盘兼佑空 接下来高纤过高拉回守住均价 均价线也持续上扬之下 由大户洗盘之后再度进货的迹象 动能指标也在这边持续翻红 出现我们说的转强讯号 所以今天的新唐我们建议会员朋友 这个地方短多先做买进 不过在9点20分建议会员朋友 4919的新唐短多定价在130.5到129.5之间 先做买进 你会看到现龙老师给会员朋友 操作的指令 做什么股票 代号多少 价位定在哪里 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不需要用市价追高杀低 也请再三会员朋友 请再三注意 不要用市价追高 因为我知道很多头顾老师 叫你做当冲 都是给你一个所谓的压力价 然后突破就叫你去追价 但是大家也知道 如果你每次都是看到压力突破才去追价 手脚慢一点 永远都在帮别人抬轿就算了 甚至很多时候尤其碰到大盘整理 很多主力就利用散户这种心态 故意把股价冲上去突破压力 散户追高的时候 人家就是要反手出货割韭菜啦 对不对 所以我都会提醒大家 做股票尤其做当冲 千万不要用市价追高杀低 就在这个道理 那今天我们9点20分发出指令 短多130.5到129.5之间先做买进 那后来最低来到129 买单全部成交买在130元之后呢 可惜股价也没有能够顺利的攻上去 就胶着在那里 因此到了这个地方12点多的时候呢 12点半的时候建立会员朋友 当时市价在130到130.5 也是在我们成本附近 先做卖出的动作 这边我们后面有更正是做卖出 收回资金明天再战 你看这是今天这个新唐的股价 这个我们早盘建立130.5到129.5之间 定价先做买进 那后来最低来到110点左右 来到这个129 买单全部成交 平均买在130 可是再拉上去 也就是地方没有能够顺利突破找盘的高点 就僵持在那里 所以我们在12点半的时候 建立会员朋友 当时在130.5到130之间 先做卖出 收盘也是收在130.5 所以今天会员朋友 当然这地方没有能够赚到钱 但是你会看到现隆老师就是这样 当天待进当天待出 绝对不做流仓的动作 当然讲到这里 刚看现隆老师节目的投资朋友 可能都会觉得奇怪 人家投顾老师 每天都嘛是天天涨停板 大获全胜啊 怎么有个老师今天没有赚钱 也拿出来讲呢 对没错 这就是现隆老师 成立极品操盘团队 我希望的就是在这市场上 立下一个标杆 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专业用心 重点是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重点什么叫诚信 当其他投顾老师天天涨停板 天天大获全胜 你有去加入过你都知道 那些通常都假的 都在用骗的 那现隆老师当然不是神啊 没有人这地方可以说 真的天天待你 稳赚不赔天天大获全胜 我说过那叫做神话 神棍在讲的话 但是我们这地方给人怎样 给大家最专业用心 重点是有诚信的操盘服务呢 所以你会看到 我给你的是别人没有的 四大保证 那四大保证 第一个就是你看到 跟着我们做当冲 真的就是当天待进 当天待出 不会说有赚钱叫你可以出掉了 没赚的时候就叫你没关系 留仓放波段好了 很多投资人做当冲都是这样 有赚钱跑很快 赚个一两档两三千就出了 没赚钱就想要留仓 留到最后你会发现 每次你有赚的 赚个两三千就跑 没赚的看错的放波段 到最后满手波段股票 都是怎样看错都是套牢 反而到最后越赔越多 就是这么来的 反而到最后赚小钱 赔大钱都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要强调 我们做当冲 既然是这个决定 要做当冲的股票 就是要当天进当天出 而我们每一档当冲股 绝对都是当天待进当天待出 不会有赚钱叫你冲掉 看错叫你却叫你放波段 其实叫你凹单 没有绝对不到凹单 那第二个保证 每天最多只会有两档当冲股 那今天也是唯一一档4919的新唐 第三个每个会员收到当冲股 都是相同股票 所有会员今天跟着做当冲 都是4919的新唐 没有其他个股了 而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100万 有人收到今天不是新唐的 当场赔偿100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给大家百分之百的 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持续用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真的看到我们就是这样坚持 不说谎不骗人 而且每天是有赚钱没赚钱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只求认同县荣老师理念的 当缘分到的时候 来找我们一起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那也是这样子 在此之下呢 你看到最近几次出手 虽然今天没有赚钱 但是上个礼拜 三连续三次出手 5月24号操作军工概念股 5222的全讯 那时候股价早盘开高出量 散户追价抢进的时候 发现大户出货转弱讯号 我们短空先买后买 反市场操作 那天最高206 我们在205.5以上 建议短空先做卖出之后呢 反手下杀 收盘收在最低202.5 我们也顺利的在203.5买回 两块价差不算多 5张1万左右 稳稳的先放进口袋 再来上个礼拜四 操作南电 当这地方南电也搭上了 AI题材的时候 发现早盘散户在那里震荡洗盘的时候 赶快卖出赶快放空 其实这是诱空 诱完空之后大户洗完盘 再度进货了 赚强讯号了 我们就短多先做买进 对不对 那天建立会员朋友 这地方定价299.5到298.5之间 短多买进8046的南电 后来股价你看到定价在9.24分 建立会员朋友定价买进 最低9.41分就是来到9298.5 买单全部成交 平均买在299 不需要用市价去追高 等到别人看到大单突破压力了 才去追这边一波吉拉 这时候都在帮我们抬轿 这时候我们已经买在低档 这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建立 早盘299短多先买的南电 吉拉大涨上去 最高到310.5 那我们也顺利的在10点多 309以上来做卖出 那天是一口气大赚10块价差 十分开心 百万额度做个四张就好 很多人那天光靠一档南电 就加薪了4万入袋了 那再来到了礼拜五 这地方又来操作AI概念股的旗虹 但是当散户一窝蜂在抢进的时候 已经发现大户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因此我们先卖后买 那一天我们这地方建议会员朋友 这个定价 201.5到202.5之间先做卖出 也是卖单全部都成交 最高来到203的价位 平均卖在202 接下来这地方反手下杀 最低杀到199 那我们也这地方不谈心 发现两派大户多空对质 风险变大之下 200块附近先做买回 入袋为安 2块价差5张加薪1万左右 放进口袋 所以上个礼拜是三战连胜之后 今天没有赚钱 我们也先收回资金 成本附近打平坐收 绝不留仓 就是这样原则之下 你看到我们用当天的进出 严格控制风险 用有纪律的短线操作 来达成长期而稳定的绩效 这就是我们的快乐当充足 那目前为止 兔年到现在 有赚一定有赔 我每一笔都诚实报告 给大家看过 重点是赚的扣掉赔的 赢亏相抵之后 累计报酬率 目前已经超过42% 很多人不用说三四百万 一次额度下到满 每次就这样一百万一百万 左右来做下单 现在已经很多人帮自己 加薪个四十几万了 不是不可能梦想 那如果投资吧 认同谢荣老师这样子 当天待进 当天太出 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 高枕无忧的 快打当冲作战的操作方式 那更认同谢荣老师这样 每天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有赚没赚 都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给大家最专业用心 重点是有诚心的操盘服务 那么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的时候 这地方 希望跟着我们一起掌握 赚钱机会的 好好跟上我们脚步 好 接下来的行情 当然继续谈 还记得这个5月17号 那时候指数 在这个台指期结算前 我们发现到 外资开始大买旗指 那结算日 外资也大买了台积电 这些全职股 拉高结算了 结算完之后 我们说 这个行情 我们不预设立场 接下来观察 只要外资指数 转仓到六月份合约 还是继续做多的 那你会看到台积电 站稳即限了 多方攻击量 站稳2300亿之后 这个行情 很有机会再来回震荡 三个多月之后 攻势再起 这是5月17号那一天 我们跟大家所说的 当然现在正如我们所说的 外资的指数 转仓到六月份 目前净多单 仍然有三万口左右 当然也带动了大盘 这波由台积电领军上去 这个地方一股做起 冲高到上个礼拜 已经来到16500多 今天又涨了100多点 来到16600点了 那如我们所说的 现在公司在起 但是 当然也提醒大家 那现在高档 开始爆出一个巨量 上礼拜五的成交量 高达3754亿 今天涨 但是有点缩下来 3300就变成价涨量缩 那重点是 Y之其指的多单 今天稍微减码个5000多口 所以这个部分 我认为明后天 会是行情的一个 这个比较小心一点 会有一个剧烈震荡出来 一方面是明天摩台期要做结算 再来礼拜三 也是刚好5月底的时候 会有什么事 MSCI 还有包括00878 这个国泰高股息的一个ETF 成分股都要进行调整了 这时候股价我说 明天后天大盘 可能会有剧烈震荡出现 这一点先提醒大家 所以这里的操作 追高都要比较谨慎一点 那当然如果说震荡完毕之后 外资这地方多单 仍然是继续的一个做多 6月份持续的这个偏多操作 那仍然是有可能这样 降稳16000了 16500了 震荡一下继续攻 高点在哪里 只要外资是持续做多的 我们就不预设立场 但是比较要去注意一点就是 个股的结构差异可能会很大 其实这波行情的特色就是这样 指数拉高没有错 拉的是台积电上去 拉的是金融股上去 但是手上很多人报错了股票 买了一堆手机相关的 买了一堆航运股 到现在指数涨到16600了 都是在赚指数赔价差 对不对 那类股轮动速度又很快 一下子拉军工概念股 一下子拉在地方国防概念股 那更不用讲之前的元宇宙 现在回头一看 你看到元宇宙 这个年初又在这地方看到 所谓的主博客喊加码的时候 宏达电也是拉了一根涨停 多少头顾老师告诉你 这个转强了 又再加这个罕进追高了 结果现在指数涨到16000多 宏达电60几掉到50几 还在套牢着 然后看到起机 这当时又有车用题材 也有AI人工智慧的题材 这一根涨停 多少头顾老师又在说 这股价要大涨了 又这个地方开始去追进 追涨停 结果现在从104块半 杀到剩下8字头的价位 指数突破16000 又是反手下杀 生计股 这个上个月也是一堆人在喊进 现在像台药 从100块 又掉到今天剩下82块2 这里还藏黑 差一点就破底下去 对不对 军工概念股最近也是 一波的杀生隆隆 全训从223 这边大涨上去 一堆人追高 现在跌到剩下190 对不对 你会发现 到最后这个磐石 仍然是像献荣老师所说的 看起来是半天全金条 一追又烫了 而这时候 当然很多人说 一个挥达要救台股 所以一窝蜂都抢进到 所谓AI伺服器的概念股 那这个部分 我们上个礼拜五 稍微有跟大家聊到过 当然现在这地方 在Track GPT爆红之后 引发了微软 Google 还有百度这些网路巨头 大举加码 AI伺服器 想要强占 升程式AI市场的占有率 那挥达都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 手上居然接到了 难以置信的大订单 第二季 业绩可能会 这地方大幅度跳升 但是 这是挥达的业绩 会大幅度跳升 代表所有相关的概念股 都会雨入均沾吗 先提醒大家 那根据艾迪西的估算 整个AI伺服器营收规模 去年就用双位数成长 上看到200亿美金之后 今年将逼近250亿美金 到2025年突破300亿美金 年复合成长率高达18% 当然 最近从NVIDIA的接单动作来看 可能今年的爆发力 会比估计的更高一些 那这个部分会带动 因为AI的伺服器 跟传统的伺服器 传统伺服器指的是 一般的网站 资料数据中心 云端相比 那传统的伺服器 大部分都是用 这个CPU处理器在做运算 但是AI伺服器 为了要达到高速运段 将是以这个GPU 绘图晶片的高速运算为主 那一部AI伺服器 最高可以搭载 8颗高效能的GPU 占它成本高达多少 70% 而且可能也会带动 包括印刷电路板散热 记忆体规格的提升 但是我都提醒大家 你要注意 目前AI伺服器 虽然看起来爆发力很大 但是它的市场规模 只占整体伺服器市场的 一小部分而已 而整体伺服器市场 因为企业在缩减资本支出 根据几个研究调查 第一季的伺服器 出货量反而跌破了 400万台的大关 比上一季还明显衰退了 超过两位数 13% 对不对 那集邦科技也下修了 2023年 伺服器的出货年增率 收敛到只有1.3% 所以你看到 AI伺服器 虽然看起来大好 但是它只占整体伺服器的 一小部分 那整体伺服器 其实市场是在收敛的 这一点倒是要去注意 所以很多公司 这波当然也都搭上了 伺服器概念股的题材 那其实相关的股票 很多人说 看来看去 怎么之前炒车用也是这一批股票 之前炒云端也是这一些股票 元宇宙也是这一些股票 对不对 其实就这样 对不对 很多股票都会去沾上题材 但是业绩有没有真的成长呢 那提醒大家 这次要去注意的是什么 这次要去注意的是这地方 整个这地方 这个伺服器概念股的部分 当然直接受惠的 NVIDIA的供应链 灰达的供应链 台积电为主 再来日月光晶圆电 金测 晃系尹威 台积科 这都是跟灰达有关 因为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次的伺服器产业 受惠于AI 赢家只集中在少数赢家 甚至可以说 就是集中在一家 叫做灰达 那其他 几乎就只能够是这地方 沾上一点边而已 所以呢 或许沾的多的 有跟灰达直接合作的 这些半导体厂商 或这个地方受惠程度 会大一点 那其他也有关联的 绘图卡 伺服器 印刷电路板 PCB 散热记忆体 还有机壳等等 其实根据了解 这一些实际的营收比重 大多都不到10% 这代表什么意思 也就是假设 他在AI的一个 这个地方的一个营收 呈现倍数成长好了 那对他整体的营收贡献度 其实还是成长率不到10% 整体的营收成长率还是不到10% 再讲一次 他的AI的实际营收比重 不到10%的时候 就算给你倍数成长 那最后整体营收的成长率 还是不到10% 甚至有些只有一两%而已 所以我会跟大家讲 这里面这些股票 当然目前题材热 股价活烹乱跳 末天全金条 但最后能够走的长久的 我们会去观察 观察什么 接下来要公布 5月份的营收了 对不对 那如果有业绩真的大幅度成长 那真的接到大订单 这股价就会走得长久 如果没有 很多就常上去就下来了 所以这样的股票 我都会建议大家 其实最好的操作策略 还是跟着我们采取快打当冲作战 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自然高枕无忧 那么我们用当天进出 来严格控制风险 用有机率的短线操作 达成长期稳定的绩效 关键就是每天按照SOP 观察盘式决定多空 找到符合条件个股 确认转折才果断出手 并且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那就是这样的操作方式 你要起机 当时发现有大户洗完盘 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我们也短多先做买进 趁着大涨之前 买在98.3附近 等到急拉大涨 别人再追高了 我们已经可以趁机 98.3买进 102.5卖出 恭喜大家 获利如带 收盘涨停103块半 赚得更多恭喜你 我们至少4块2加差 12张5万左右 稳稳的放进口袋 就是这一根长红 盘中满手 转了就走 盘后空手高枕无忧 很多人等到大涨突破去追高 套住了又舍不得卖 到现在越套越深 我们已经稳稳的将获利放进口袋 上礼拜操作南店也是一样 发现大户在那里洗完盘 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短多先做买进 那天买在299 急拉大涨上去 别人再追高了 我们309卖出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10块价差 4张一天又加薪4万 稳稳的放进口袋 就这样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齐鸿这地方上礼拜五 当大盘整理 我们就反市场操作 找盘平均卖在202 打下来这地方200元以下买回 今天这个地方 200块买回 2块价差5张一而1万左右 今天新唐没有好的机会 僵持在那里 没关系 我们当天进当天出污 就是在用当天进出污 掩控风险 有纪律的短线操作 达成长期稳定的绩效之下 兔年到目前为止 累计报酬率 盈亏相抵臼 已经超过42% 百万额读操作 帮自己加薪 40几万不是不可能梦想 如果认同我们这样操作方式 也想跟着我们 稳扎稳打 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高枕无忧的 欢迎大家 广告休息时间 就来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下期再见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真心照顾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 这波台北股市 当然靠着外资这地方 开始强力做多之下 指数公式在起 会涨到哪里 我们不预设立场 但是也要提防 哪天外资旗子多单 赚包走人 这个行情都有可能在长红又多之后 再度的反手杀多 所以目前操作 赚钱机会要努力把握 但是风险意识不能少 而最好的操作策略 当然就是跟着我们采取 盘中满手赚了这种盘后空手高枕无忧的 快打当冲作战 今年兔年以来 我们当冲累积实战 零亏相抵 赚的扣掉赔的时候 累积报酬率已经超过了四成以上 很多人百万额度操作 已经帮自己加薪了四十几万 不是不可能梦想 如果投资怕 认同我们这样的操作方式 也想利用当冲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不要犹豫不决 就从现在开始指名加入 有我亲自代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政府股海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